是,就是说梦到就是在世的人,他变成了动物,比如变成猫、狗、瑜伽等,是说明这个在世的人 他死掉,死掉之后一定会投出生 哦,这么 哦,很厉害的 哈哈哈哈 已经变给你看了 哈哈 哦,那梦到他,他变成大熊猫,他死后就投大熊猫了 对了,说明他在人间的时候做了些畜生事情,但是呢他这个人还是很很可爱,不跟人家争斗 哦,就投大熊猫了 对了,但是他一定前世跟大熊猫有过冤结,他才会投的 哦,明白明白,那师傅,那梦到一个人变成龙虾,使劲的变回人形,但却只能变大,变不了人,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一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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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完了完了完了,一样一样,保证一样,保证一样,要投水族了 嗯,是是是,那师傅,其实你上次不是讲了水族吗,其实水族也和人间一样,水族也是一个大的范围,是这样的 哦,就是跟人间一样了,他有他的水晶宫啊,他有他的水,水上的那个世界啊,对不对啊 哦,那师傅,那水族就是龙王掌管,是这样吗,对啊,龙王就是掌管水族的呀,东海龙王,西海龙王,东海龙,南海龙王,北海龙王,北海龙王 天地,他们是天地,这个地啊,就是他们的水啊,人啊,就是变的,变来变去,很多人,你看长的那个样子像龙王一样,有吧 长的五大三十,那个脸呢,像不像龙啊 像,像,像,啊,哈哈,一样的呀 明白了,明白,那师傅,你看,有的地方,你看,比如有些地方水灾特别严重,是不是这个地方伤害了水族,沙叶特别严重,导致水灾呢 因为水灾和龙或水族有关系,都是水啊,是这样的一点吗,师傅,这个问题 要看的,实际上有些地方你说,他这个地方天生,每年就要一次到两次,或者每每两年一次的这种地方,水灾的地方 实际上,你讲这个道理完全正确,但是人家说我们没有伤害龙族啊,没有伤害水族啊,为什么会这样啊,很简单 你的上辈子的上辈子的上辈子,做了一个很大很大很大的冤解,在这个地方,所以你就必须每年承受他的报复 哦 所以他的子孙万代,说我没有做过坏事,我问你,你爸爸做过坏事,会不会抱到你身上啊,你爷爷做过坏事,会不会抱至少三代 明白吗,至少三代啊,嗯,哎呀,明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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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,明白了,谢谢师傅的次必看